小丑句子都打烂了 观战一把小丑啊 目前S9胜率高达96% 96的胜率呢 就是新赛季到现在只输了一把 调九咒术 教授加勘探 这个阵容四飞轮 飞轮加薄命的教授 怎么的你们是知道对面是个小丑吗 这个天赋打的也太针对了吧 咒术师勘探员 这都是打小丑的好手啊 当然这一套阵容呢 在救人环节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因为教授这个救人 他即便带飞轮也不一定稳啊 这边的话看小丑怎么打 我是觉得这套阵容有点针对的 就小丑没那么好打 但是也不代表完全没有机会 毕竟这是一个胜率高达96%的小丑 上来 上来抓教授 其实挺香的 飞轮交了 飞轮交了 小红这边一锯打上直接张狂开技能 再补一个锯 实在不行我叫闪现 我那个区 这 这不就有了吗 闷了个薄命 来来来来来 看带什么天赋的 求人这边救人的话 调酒师来救不太行 调酒师就是能救下来 只是救下来 这个教授估计也走不了 最好是咒术或者勘探带空的过来 让这边教授至少能在上面旁边稍微蹭影一下 卖掉嘛 卖掉也行 你说真要卖吗 我觉得也行 但卡死救一波我觉得也可以 好像如果真的要追求一个胜利的话 卖 还是救一波吧 救一波吧 咒术师因为咒术师这边救一波呢 他吃一刀 他只要不倒 是可以去找调酒师喝酒的 看大员这边先来 这刀没打住 吸一手 这边咒术师让人救下来 黑白双傻都来了 都来了 这边咒术师战士是没有孤的 打一刀咒术 为什么打一刀咒术啊 这打一刀咒术 这不就让这个教授 我懂了 我这边如果打针对 你们可能 就会 硬保 我不如先把你们 这队黑白双傻 先给打残了 然后呢 这波打残以后 他手里面刚好 是装了个推进器的 打两刀 开二阶 一波高速 推进器 拉过来带走这个教授 是这么想的吗 这个我不是特别能理解啊 讲道理 我们正常的一个 打法可能就是 针对这个教授打了 但是他这边如果说 针对教授打 你别说外面的埋血 的咒术和勘探 是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边拉过来 还能找到人 交个锅 有闪现 拉闪 不想闪 想拉锯 也行吧 反正你非能交掉了 翻了就得挡 翻了就得挡 翻了必挡 打的有点好的 而且打的很凶猛 打的很凶猛 当黑白刷杀过来的时候 有多少人是 对吧 能够 去正面跟他们扛的 你终究是会怕 你就黑白刷杀过来 然后这边 打他们什么的 出现 那个让教授 拉到一个比较强势的交互点 什么的 看大员这边是带三摇的吧 两点摇 看大员 早口酒喝 这里 四秒钟以后 下一个 推 下一个锯 这边的话 调酒师想来绑 那我打你一刀 调酒也可以 对吧 小手这边也是 真的就不挑 反正见谁怼谁 飞轮 但是这边的话 一个飞轮进了一个死角 外面的机子50 你别说啊 这边 虽然说穷者节奏不太好 前期蛮崩的 打架呢 也耗了很多时间 但是大家可以看密码机 现在只差最后一台了 二楼机子修了50%了 这边 下面的机子 已经修了6-70%了 真的 他们这个机子是真不慢啊 就在 教授挂飞到现在 就看待员倒了一次 他倒了一次 还凭借着自己的两点摇 把这个局面给打 摇回来了 这套阵容真的打 小丑还是蛮猛的 如果说他们真能打出 三人开门战 我觉得别说三人开门战 保平了 三人开门战 真三跑 我觉得都有可能 小丑没有挽留的呀 调酒师这边 刀要吃刀 做出是一个锅 调酒师喝口酒 这边看待员 这我感觉 求者的机会慢慢来了呀 这调酒师状态一满以后 他可以回来 回来压机子的 小丑这边底牌 切尸场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他们求者 修两台机子 你看现在咒术师修一台 调酒师修一台 是不太切实际的 去切尸场的 你如果只有一台机子 可以啊 两台机子就不行 做出是72的机子 调酒师这边 飞轮CD还没有好 喝个加速酒 这边看待员 一刀震慎 看待员过来打一波架吧 95的机子了 这里 实体 看待员其实吃个实体刀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怎么说 看待员 这边两秒钟飞轮好 两秒钟飞轮好 现在也就是说 三个人全员带飞轮 一具 密码机 点亮 闪现一刀 先抬走 调酒 咒术师是满血 挂的话 可能不太好挂吧 挂了人 咒术师这边点门 勘探员 二楼 压着 咒术师有飞轮 有骨 这个闪现交的也是真果断 拉锯过去不太好吧 这个锯不就是一个孤 他得是用这个锯来回 对对对 这样子好的 来回拉扯 我觉得这样来回拉扯 做出事也点不了多少门 然后呢 骗探员过来救人 看待员过来了 看待员这边刚才是吃转头的 有飞轮 一块磁铁的勘探 我刚刚觉得就这样来回拉扯就好了嘛 毕竟这个调酒师这个血线 对吧 慢慢长得一个孤断掉 那看待员这边救人 咒术师这里的话 还有孤 还有飞轮 再补飞轮断锯 守着这边的门吧 调酒师 位置 暴露 小丑这边待会儿还有个底牌 看待员有飞轮 哎哟 我的个老铁爷呀 这三飞轮真的好猛啊 小丑这个剧什么情况 再等 等下一个剧 这边再丢一块磁铁 门点了多少了 这边的门点了五层 小丑这边底牌已经切成了传送 看待员倒地 这看待员是吃 钻头的 手里面有个推进器 拉过来 咒术师没有锅 倒 有耳铭知道调酒师在附近 看到了 这调酒师是个挂飞 放下 调酒师还有个飞轮 要拖到勘探员 教自己才行 真的不容易 看似前期飞轮 这么顺的一个开局 但是这边 穷人者 我上来就讲了 这个阵容真的太钻对小丑了 给我倒 先挂飞 挂飞一个怎么样 让三抓起步 看待员又起来了 这看待员又起来了 看待员这边还有一块磁铁 绕过了 绕过的话 那应该是没了 那边咒术师教自己的话 就传送回去了 他选择去管这咒术 管咒术的话 这边两张椅子都没了呀 他没地方挂人的吧 因为这边两张椅子 诶 这咒术师 其实我觉得咒术师可以 不起来吧 两张椅子都用掉了嘛 最后一个推进器 找到这边的勘探员 完成一个四抓 哇 这个四抓真不容易啊 打了十分钟 排耳迷 没有人 怕这边咒术师被摸 再过来排一圈 很细腻 看待员应该是开不了门的 因为他现在还没走到门 这边赶过去大概是十秒钟时间 也就是看待员的门 应该是点了百分之六七十的时候 这边小丑到了 诶 怎么断锯了 它是怕 看待员把这咒术师摸起来吗 收据了 应该是怕看待员回声过来把人给摸了吧 看待员回声过来把这咒术师摸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